第1064集 正如唐武彤所料 严少哲虽然抵挡住了灵魂冲击 但却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当六芒星阵升起的强烈金光 将他全身笼罩之时 他终究没能及时脱离之前的位置 霍玉浩身上的第六魂环 也几乎是在同时亮起 额头上的树眼 几乎是瞬间从先前的玫瑰金色 变成了黑白双色 那黑白分明的目光 哪怕是阎舞场外的玄牢等人 都不禁机灵灵打那个寒颤 危险 绝对强烈的危机感 几乎同时出现在每个人心底 这是什么魂迹啊 对于霍玉浩的能力 其实史莱克玄众人 早已不是十分了解了 知道他厉害 但是也没想到 他能够释放出一个魂迹 让每个人心中 都产生出强烈的危机感 这究竟是怎样的魂迹啊 竟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霍玉浩现在当然回答不了 但是当他这个魂环亮起的时候 和他手牵着手的唐舞彤 微微一呆 下意识地扭头咔了他眼 眼底之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在他的脑海中 除了王冬儿和自己幼年 以及后来的记忆之外 还有这些记忆碎片 属于王秋儿的记忆碎片 而霍玉浩此时所动用的 正是当初王秋儿 赋予他的第六魂环 两大魂迹 灵魂剥夺 命运之伤 黑白双色光芒 划破长空 瞬间落在了 北六芒新阵 命中的严少者身上 这黑白双色光芒 只有霍玉浩和唐舞彤能够看到 外界看到的 这是他那画为 黑白双色的命运之眼 微微闪亮了一下 然后周围空间都轻微的扭曲了而已 严少者只觉得全身一寒 骤然间背脊处寒毛乍起 彻骨寒意 瞬间传遍全身 身为超级斗罗 他的感知是十分敏锐的 这种诡异的变化 令他心中大惊 这是什么力量 分明没有产生任何攻击效果 却为什么 会让自己有如此的危机感 霍玉浩这边得手 唐舞彤的下一个魂迹 也已经出现了 第二魂魂闪耀 背后双翼之上 所有金色光斑都释放出 一团团金色光球 朝着严少者急射而去 此时严少者身体周围 围绕着强烈的金色火焰 已经从六芒星阵中跨了出来 以唐舞彤的实力 想要通过魂迹 伤害到他还是十分困难的 右手一挥 一层奇异的金色光芒在空中抹过 敌神之光顿时鸿飞明明 但是之前那令严少者 寒毛树立的危机感 依旧在身 到底是什么 严少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疑问 因为有这份危机的存在 他也不敢留手 再次向前跨出一步 然后一拳朝着霍玉浩的方向 轰击了出去 虚空一拳 看似简单 但当这一拳轰出的刹那 整个盐武场内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至少在霍玉浩的感知中是如此 霍玉浩只觉得 当严少哲院长这一拳轰出的时候 盐武场内的一切空间都塌下了似的 强大的束缚力从四面八方传来 挤压着自己险些无法呼吸 那分明只是轰击在虚空中的拳头 在他的感知中 却是瞬间就到了他面前 就像是一座 微格的不可撼动的山岳 硬生生地撞了过来似的 这可不是魂迹 而是严守着的自创技能 精气神完全合一 完美融合的强大技能 霍玉浩几乎是下意识的 就想用自己的好动三绝 霍玉浩自创魂迹中 光之女神他已经很少使用了 因为光之女神没有好动三绝强大 而且在冬儿失踪之后 再使用光之女神 立刻就会勾起他对冬儿的思念 可是当他此时想要集中精神 去施展好动三绝时 整个人却是微微一僵 好动三绝他创造出来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运用的也是十分娴熟 能够将自己的情绪与魂力 精神力完美融合 达到强大的效果 按说有好动之力支持 他的好动三绝应该更为强大才是 可是当他想施展的时候 却骇然发现 自己竟然根本没办法施展 好动三绝了 不是实力的问题 而是他达不到那个意境 好动三绝 思东拳 思如拳涌 念东剑 念念不忘 还有最后的好动掌 生生世世 每一击都是建立在 他对冬儿的强烈思念之中 才能够完成的 好动三绝在运用之时 首先就是要他的情绪 达到强烈思念 然后才能顺理成章地施展出来 可此时此刻 王冬儿所画的唐武童就在身边 爱人就在身边 何谈思念呢 就像当初他也曾经想到过 好动三绝在自己找回冬儿后 可能就会失效一样 事实证明的这一点 他的好动三绝用不出来了 而就是这瞬间的迟滞 严少哲的攻击已经到了面前 唐武童和霍玉浩进行着五魂融合 两人宛如一体 霍玉浩这边出现问题 唐武童是第一个感受到的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他一步跨出 就挡在了霍玉浩身前 左手抬起在头顶 身上排在第八位的魂环 骤然闪亮 在那血色魂环的光芒闪耀之中 唐武童整个人的身体 都亮了起来 那是一种明亮的金色 带着一圈圈蓝色光运的金色 刹那间 他仿佛变着了一颗小太阳 而在这颗太阳周围 似乎有着无数蓝色蝴蝶 翩翩起舞 强烈的蓝金色光彩 瞬间化为一道巨大的光柱 迎上了严少哲这一拳 剧烈的轰鸣 令整个延屋场 骤然颤抖起来 诸位维持着护照的苏老们 不得不加大力度 才能将内部爆发的魂力波动 完全挡住 严少哲的身形显现出来 唐武童则是向后跌退 直接跌入了霍玉浩怀中 实力的绝对差距 令他翘脸上血色进退 虽然没有真正的受到重创 但体内魂力激荡 浩东之力的波动 导致他和霍玉浩都是一阵气血翻涌 严少哲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异之色 唐武童这一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虽然他占据了上风 和唐武童这一下碰撞之后 严少哲只觉得自己的魂力 竟然在不断的震产 控制起来 比之前要耗费 控制起来 比之前要耗费多出数倍的精力来 这股震荡之历史 严少哲乃是史雷克学院五魂系院长 一生惊言各种魂迹 他立刻就辨认出 唐武童刚才这个魂迹的可怕之处 如果不是因为修为上的绝对优势 再加上唐武童似乎对这个魂迹还不够熟悉 恐怕结果就并非如此了 严少哲拥有97级超级斗罗的实力 霍宇浩和唐武童就算有浩东之力联手 实际上也就是刚过90级 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武魂强大 又是两个人 这个90级的实力 要比一般封号斗罗强悍 但双方的魂力差距 终究是太大了 普通封号斗罗和超级斗罗之间 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啊 如果双方魂力相等 或者是唐武童占据上风的话 那么他刚才所施展的这个魂迹威能 全面发挥出来 威力将会极其可怕 高温 光明 强震 三只有效的融为一体 其融合度足以和自创魂迹的 精气神融合相媲美 阎绍哲抵挡的看似轻松 实际上除了他自身强大的实力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点 他擅长的也是光明属性 光明凤凰本身就具备着光明和高温两大特性 这才能让他在抵挡唐武童攻势的时候 先天就有很强的抗性 但是如果换一个对手呢 恐怕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阮玉温香入怀 霍宇浩却是心中大痛 因为自己的失误让唐武童硬抗了这一击 他心中怎能不为自己的错误而烦恼呢 下意识搂住唐武童纤细的腰肢 霍宇浩三眼同时光芒大放 这一次他的战斗意志是真正的被燃烧起来了 深吸口气 霍宇浩一只手搂紧唐武童 另一只手缓缓抬起 身上的七个魂环瞬间切换成了八个 强烈的暴风雪也在下一瞬席卷整个盐服场 超低温几乎在刹那间就已经展现了出来 而霍宇浩和唐武童则是在这暴风雪之中悄然消失了 雪地翻诀 地剑地掌地寒天 正是地寒天与涌动之欲的结合 雪舞及冰欲 经过了对万载玄冰水的吸收 霍宇浩这极致之冰的低温比之前更加恐怖了许多 别看昨天晚上 那位拥有冰天雪女武魂的苏童 也是极致之冰武魂 但要说这极致之冰的低温 他和霍宇浩可是差得远了 这也是为什么 当霍宇浩冻结了整个海深湖之后 那苏童立刻就认输的原因 超过零下200度的低温 几乎是在几次呼吸之间 就弥漫在了整个盐服场内 哪怕是严少哲这样的修为 也不禁击凌凌打了个寒战 极致武魂 修为越高 优势也就越明显 严少哲生具光明凤凰武魂 擅长的是光明与火焰 霍宇浩的极致之冰 至少能够克制他的火焰 尽管光明凤凰武魂奥妙无穷 但是他所具备的火 可不是极致之火 而是光明之火 面对霍宇浩的极致之冰 可就不占便宜了 严少哲的脸色 也第一次变得凝重起来 他感觉得到 霍宇浩现在已经全神贯注了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他当然不会怕霍宇浩这么个孩子 但是 刚才背脊寒毛树立的感觉 还没有消失 那种危机感 似乎一直隐藏在自己身上 这就由不得他不小心 未知的东西才是最为可怕的 炽热的光明凤凰之火 骤然生腾起来 以严少哲的身体为中心 向外迸发而出 他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在史莱克学院的浑狮实战课程中 有一门课就是讲优势的 浑狮与浑狮之间的战斗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 来压制对手 严少哲 面对霍宇浩和唐武童 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魂力 绝对的差距 所以尽管知道 自己在属性上落在下风 但严少哲还是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自己优势的一面 在他那97级 超级斗罗的强大实力作用下 光明凤凰火焰 瞬间向外扩张 这炎武场就这么大 以他一味超级斗罗的实力 完全能够让自己的光明凤凰火焰 遍布于整个场地之上 到了那个时候 霍宇浩的领域自然就不存在了 也会被逼出来 而且他这么做 本身就相当于是群方被攻击了 但是令严少哲震撼的一幕 马上就出现了 当他的光明凤凰火焰 向外蔓延的时候 严少哲吃惊的发现 在自己的光明凤凰火焰灼烧之下 那些飞舞在空中的雪花 并没有立刻就融化 不但融化的很慢 而且在融化过程中 还释放着强烈的含义 令他光明凤凰火焰 比预想中消耗要大得多 这是 严少哲已经催动了超过六成魂力 但是他的光明凤凰火焰 却只是向外蔓延出了直径十米左右范围 而越是向外 雪舞及冰玉的雪花就越多 这些雪花中蕴含着的含义也就是越强盛 严少哲吃惊的发现 自己竟然被压制了 霍宇浩竟然凭借着魂力的质量 压制了自己在修为上的优势 这怎么可能 他俩五魂融合 最多也就是刚到封豪斗罗级别的实力 他这极致之兵的威力 怎会提升得如此巨大 唐武通并不具备兵属性的能力 如果严少哲能看到现在霍宇浩的状态 他就会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吃亏了 在霍宇浩尖头上 八角玄冰草轻轻地摆动着他的身体 而在霍宇浩身后 则是多了四道身影 五大魂灵起初 霍宇浩这五大魂灵之中 除了天梦冰残 是同时具备兵与精神力之外 剩余四大魂灵 都是极致之兵啊 当霍宇浩与兵凶王小白融合之后 不只是将小白化为了自己的魂灵魂环 同时也是将自己的极致之兵属性再次提升 用雪地的话来说 现在霍宇浩所能掌控的极致之兵超低温 最强程度已经达到了零下220度 这个温度已经到了当初兵帝全胜时期的实力了 要知道兵帝作为十大凶兽中 排名第七的存在 当年全胜时期的实力 虽然到不了人类极限斗罗那种层次 但也相差不远 此时五大魂灵同时出现 他们各自对霍宇浩的增幅 虽然不能让霍宇浩在魂力修为上有所提升 但是在属性方面却足以帮他提升到极致中的极致了 而且冰凶王赴于霍宇浩的第八魂祭之中 有一个就是冰凶王暴风雪 这暴风雪融入雪武级冰域之中 这可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魂祭了 而是一个在魂灵增幅下的强大组合魂祭 所以才能对哪怕是修为达到九十七级的阎少哲 光明凤凰武魂也产生一定的压制 面对压力 阎少哲脸上渐渐流露出一丝微笑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 很好 霍宇浩越是强大 他就越高兴 这次切磋 本来也是要摸摸这小子的实力 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 一边说着 阎少哲脸上 神色突然变得正中起来 紧接着他双手一上一下 掌心相对 整个人又像是最初 抵挡霍月号的灵魂冲击神那样 完全变成了金色 而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的是 当他全身变成金色的同时 在他丹田位置 一团柔和的金色光蕴释放了出来 一只金黄色的小凤凰 似乎就在他丹田位置前方飞舞着 这金色小凤凰一出 原本被压制的光明凤凰火焰瞬间大尺 火焰犹如石质一般化为金色液体 瞬间向外迸发而出 这一次 任何雪片遭遇到这金色液体 都被瞬间启化 超高温将极致之冰低温瞬间驱散 雪舞及冰域瞬间溃退 霍月号大惊设色下 不得不立刻将领域收回 因为他骇然发现 自己如果再继续维持雪舞及冰域的话 那么魂力在几次呼吸之间 就要消耗殆尽了 这消耗的可是他和唐武彤联手的好动之力 颜绍哲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着霍月号 他微微点了点头道 小师弟 你这极致之冰的品质已经相当不错了 你感受到了什么 霍月号愣了愣 但很快他脸色微微一变 脱口而出道 你是才用自创魂迹来催动自身魂迹以及魂力 颜绍哲微微一笑 不错 这是我当年研究出的技巧 凭借着这个技巧 我成为了五魂系园长 你可要多多感受一些 虽然当今知识 这魂倒气发展得越来越快 但是我们魂石身上 依旧有无尽的潜力可以挖掘 是 霍月号恭敬地答应一声 他知道这是颜绍哲 以大师兄的身份在指点自己 颜绍哲微小汉少大 你也不用起内 刚才我破掉你的领域 利用的是魂合的力量 你的极致之兵补魂 还没有魂合 在魂力的品质上 自然就要不如我凝聚 再加上 我以自传魂迹 来引动自身魂迹光明凤凰火焰 瞬间提升我本身魂迹的品质 才能产生如此效果 我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听了颜绍哲的话 霍月号心中一动 隐约明白了一些什么 但又不是完全明白 若有所思 颜绍哲微笑道 好了 今天的切磋就到这里吧 学的太多 反而贪多 我知道你和武通的实力 还没完全展现出来 希望三年时间 能让你们更进一步 下一次 你们向我挑战的时候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多谢大师兄成全 霍月号心颜绍哲一击倒地 尽管颜绍哲讲述的并不是很多 但就是这么几句话 以及刚才在战斗中的各种感受 就令霍月号受益匪浅 霍月号心颜绍哲一松